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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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又要干什么 昨天的事我向你道歉 不用你道歉 要道歉我跟你道歉 我怕你了 OK 我已经道歉了 还不行吗 不行 这 你 顾志忠呢 他已经回酒店了 不过又匆匆出去了 有人守着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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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二队的人啊 现在呢 他已经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 要加紧盯住他 看他到底想要干点什么 你说啊 这个姓顾的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 他又不是傻子 出了这么多事情 他不会想到我们不怀疑他呀 而且呢 我现在觉得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在盯着他了 如果凶手真的是他的话 今天呢 他一定会去医院了 医院那边怎么样 放心吧 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已经在刘绒芳的房间里边呢 按了监视器 二十四小时全开 是谁省着呢 你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向你道歉 我向你道歉 走啦 你一定要注意 我必须是 你必须是 你必须是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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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放下 昨天还好 按时吃饮 按时打吧 其实呢 应该是有心经主张 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荣荣 我来看你来了 我是阿忠啊 你醒醒啊 他们不是说你能醒吗 你再醒一个给我看看呢 荣荣 你干什么了 阿永 放手 这是跑不掉的 阿永 我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 好 我就拿电脑真气给你看 林医生 怎么样了 没事 唐警官 我来看看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病了 我来看看都不行吗 你们马来西亚的警察就是这样打人的吗 我可以 我可以投诉他 怎么样了 证据呢 你不是去拿证据了吗 你不要碰我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 好 往那边走 林医生 现在怎么样了 李先生 我也不能够解释李太太的这种病情怎么突然间恶化 不过呢 从他的头部来看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精神上好像是受了什么重大的刺激 脑电波出现了一片紊乱以后 就进入了现在这种情况 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简单的说呢 那就是脑死亡 脑死亡 李先生 非常抱歉 我们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李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们的失职 失职 是你们 是你们让如芳当幼儿 李董别这样 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 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想醒过来 因为他怕你们 他怕你们知不知道 李董别这样 喊完他们都是好意 好意 李董 因为你们的好意他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谢谢你们的好意 李董 不要这么说话好不好 很伤人的 李先生 我们不会推卸责任的 不过你知道吗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固执中来过你太太的病房 结果她的病情恶化了 如果她是凶手 你们为什么不抓她 李先生 对不起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林医生认为 你太太虽然还没有苏醒 可她的潜意识能够感受到外界 我们认为固执中和这件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好 现在可不可以 让我安安静静的去陪我的太太 Not bad 没有 到底是很多人 双文 よ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案子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老爸 我不想当警察了 我回来陪你好不好 你随时回来 爸爸欢迎你 冬瓜汤 小培 汉文回来了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回事 都这样子 是这样 汉文在李太太那儿设了埋伏 以为可以抓到凶手 结果凶手没有抓到 反而让李太太受了惊吓 现在成了植物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汉文他被李俊埋怨 所以他现在的心情一定不好 小株 你给我找了一大帮哪一国的笨蛋来办这个案子 多少天了 固执中的马脚你们是一点也找不到 唐先生 你别生气 我这里没有一个系笨蛋 他们都工作得很辛苦 工作辛苦 只有笨蛋才工作辛苦 好 我系笨蛋 我不干了 行不行 不行 你想想 我女儿 徐运沛 李俊 李俊的老婆 那么多人都被固执中那个王八蛋害得那么惨 王八蛋 你现在想打推堂鼓 你有人性没有 唐先生 我明白了 你真的要走 荣芳的事情 我也很厉害 在这儿我也待不下去了 我还是走吧 你准备去哪里 刚辞职 我暂时不想找工作 心情太坏了 我刚刚买了到泰国的船票 我想出去散散心 挺好 就把马来西亚给忘了吧 但愿我能忘了吧 大不愿我 我走吧 我走吧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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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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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马来西亚是有死刑的 这次我可真是冤枉的 你冤枉 这什么 大晚上不在家里待着 你跑到废楼里去干什么 你干什么去了 阿勇 你录下他的口供 我去接触部 说 你给我老老实实交代 快点 怎么样了 这里面只是一些小程序 根本没有构成商业机密的可能 这几盘呢 全试过了一样的 喂 怎么样 不行 我们又白忙了 软盘里什么都没有 这 这个顾之中怎么会这么狡猾 难道我们就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走来走去 那他一点办法没有吗 只要他是凶手 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我想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有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的 喂 喂 好的 我一定到 什么事 是顾之中打来的 什么 他要离开马来西亚 想约我见面 在哪里 什么时候 四点钟 四点钟 就在那座废楼内 喂 喂 老李 我正想找你呢 你听我说 我这个人除了脾气偶然坏了一点 那个 嗓门大了一点 其实我这个人严格来说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老东华 你又想说什么 是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了以后 你可不准笑 好好好 好好好 不笑 真不笑 是这样的 我妈 那个 六嫂 你跟她说 你跟她说好了 我说 你说 你跟她说了 喂 林医生 我们家老爷正在看一份什么洪光计划书什么的 然后就说黎俊那小子可真有福气 那意思就是说小沛小姐又漂亮又能干 喂 又可爱 你啰哩啰嗦话 说你大堆干什么你这是 老林 是这样的 我想认小沛做干女儿 你觉得怎么样 还说了不准笑你又笑 老东华 这是好事吗 怎么想做了亏心事似的 你告诉小沛吧 我要是跟她说了 如果人家不肯的话 我多没有面子 那这样吧 老林 你呢 先帮我打打电话 探探她的口风怎么样 哎呀 你忘了那个时候也是你 怕告诉小沛实话 所以陪阿昆去冒充 结果小沛知道了不是更生气吗 这次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她 我老东华让你做我干女儿 农意也得做 农意也得做 起码别给自己有些什么遗憾了 来吧 看 看 喂 冬瓜糖 晚上请我吃饭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反正我有重要的话要说给你 很重要的 不过我今天会比较晚才能回去 大概七点左右吧 七点就七点了 我等你好了 那好吧 拜拜 冬瓜糖啊 搞什么鬼 好 顾志忠 你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带你来见一个人 走 你不是说要离开马来西亚吗 怎么又不走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是想离开马来西亚 可是这里 有我放不下的人呢 是吗 那让我猜一猜啊 是躺在医院里的刘荣芳 还是徐云佩呢 都不是 是你 其实 你完全误会了 我和荣芳 还有徐云佩根本没什么 我觉得我来马来西亚就是为了你 朱镇太 你怎么会在这里 唐警官 是 顾志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哈文 哈文 哈文你怎么了 哈文 坏了 没那么出事 阿兵 你在这儿等 你们几个跟我上去 好的 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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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志忠 你知不知道你的玩火 警方很快就可以找到你 是吗 因为 你的美丽钻石耳环上面的窃听器和卫星定位系统 对不起 我很不喜欢 哈文 我已经把它摘了 我已经把它摘了 顾志忠 你到底什么企图 有什么企图 不想找你那个有钱的老爸谈一谈 潘警官 你也是 守着那么个有钱的老爸 你干什么不好 非要干警察 我要早知道 你有这么一个有钱的老爸 我是怎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顾志忠 我告诉你 不行当老爸的主意 不 我不打他的主意 我打你的主意 如果用他的一个宝贝女儿 再加上他手下一个精明能干的侦探 我能换多少钱 百八十万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猜猜看他会不会马上就把钱给我 你混蛋 我告诉你 我绝不会放过你 我告诉你 拜拜 拜拜 你怎么这会儿才会 我问一下 阿淳 我帅君主持人 你遊行 我帅哥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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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说吧 这个你不会不认识吧 认识 认识就好办了 很简单 一百万 你给我钱 我马上就放了你的宝贝女儿 这时候我哪有钱 最快也得明天早上吧 庞先生 你真的以为我很笨是不是 等到明天 明天会怎么样了 等明天警察跟我一起喝茶吗 别废话了 家里有多少钱通通拿出来吧 难道你就不心疼 你的宝贝女儿和那个笨得要死的猪侦探吗 好 我答应你 好 唐老 这样差不多了 还是您明白 放心 明天你的宝贝女儿一定会回来的 那个时候 我已经跟小佩远走高飞了 你跟小佩 那当然 你休想 小佩 我绝不会跟你走 你别走嘛 小佩 你是属于我的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没有别的选择 要么跟我走 要么你就 永远留在这里沉睡 古之中 你疯了 你疯了 我是疯了 我是为你而疯的 为了你 我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小佩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爱黎俊 对不对 你说呀 你说呀 我疯了 我疯了 不要 我跟你走 我跟你走 痛啊疼 痛啊疼 你怎么样啊 你还好吗 痛啊疼 痛啊疼 斗鸽疼 斗鸽疼 小培 斗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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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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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会对我好吗 你要是会的话 你就不会那样对洪光 做出那种事 不会那样对黎俊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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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 知道我最想跟你说事 想什么吗 阿俊 下辈子 我还想跟你做兄弟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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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